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 改字 正书 号 南天 江苏常州人 清代著名画家 早年向伯父运相学画山水 中年以后转为以画花卉禽虫为主 他是一个有成就的山水画家 是清初六大家之一 并创长州派 为清朝一代之冠 运寿瓶传世作品极多 主要有出水芙蓉图 梅竹图 落花鱿鱼图 五青图 邻居高士图等 其莫古花绘画 柔美秀雅 开创了一代新风 运寿瓶 原名运阁 他生于1633年 是江苏武进人 也就是常州人 也正因为如此 后来学他绘画的这一派就叫常州派 弟子众多 运寿瓶又成家学 很早就开始了他的读书作画的生涯 他跟随他的父亲 他的叔父进行学习 到后来 清建立的过程中 他就跟随了他的父亲 有过一段抗清的这样的经历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段经历 使得他后来终身没有做官 一生过着一种较为清贫的生活 他15岁那年 跟随他父亲在福建 在抗清的斗争当中 被服了 他的父亲和他同时被抓 但是他的父亲后来用计逃脱了 而他就被敏浙总督陈锦 因为那一次战斗了 是陈锦指挥的 城破了之后 陈锦的夫人发现 这运寿平年少 聪明 伶俐 长得又很好 于是就喜欢上了他 因为陈锦的夫人 自己没有子嗣 一种讲法是说 就把他收为了一子 还有一种讲法呢 说就把他续为家奴 运寿平 少年时历经战乱流离 后随父参加了抗清队伍 陈锦攻陷建宁时 运寿平被服 陈锦的妻子 见寿平聪明清秀 便把他续为家奴 在运寿平 跟随陈锦之妻 由杭州灵隐寺的路上 遇到了自己的父亲 父子俩最终是怎样团聚的呢 赏中华美景 品东方文化 他一生坎坷 饱经困苦 他卖画为生 清淡雅裔 他是花鸟画知名的画家 本期品文化 让我们品位 清出六大家的代表人物 运寿平 陈锦的夫人 带他去游杭州灵隐寺 巧遇了运寿平的生父 于是灵隐寺的老僧 就想出了一个计谋 让运寿平和他的父亲团圆了 是什么计谋呢 这也有两种讲法 一种讲法是说 陈锦的夫人 带运寿平 游 灵隐寺 是陈锦去世以后 他们呢 到寺中去祈愿 于是呢 这个四僧啊 就跟陈锦的夫人讲 说这运寿平啊 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什么呢 是地藏王 转世 到这个世间呢 来看 世间的 事情的 说你把它 留在身边 这是不行的 你罪孽很大 这陈锦的夫人啊 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 听了以后呢 痛哭流涕 说怎么办啊 于是这个四僧啊 就给陈锦的夫人出主意 就是说你不如让他出家 就免除了你的罪孽 于是呢 运寿平就出家了 出家当了三年的僧人 也就与他的父亲团聚了 这是一种讲法 还有一种讲法呢 也是说 他遇到了 他的生父 只不过呢 是说和陈锦一家 去了灵隐寺 后来老僧呢 就设计 说他是地藏王转世 跟陈锦讲了 一开始呢 陈锦不以为然 后来呢 陈锦的夫人知道之后 同意他去出家当了僧人 不管怎么讲 运寿平呢 都有几年僧人的生活 与他呢 父亲团聚了 他的幼年和青年时代 就是这样度过的 那之后 运寿平就过了一种 诗画的日子 他呢 是卖画雷生的 在运寿平的 学画生涯当中 他 善于画山水画 其实最早 他得画名的时候 就是 善于画山水画 他是青初六家之一 运寿平 与王辉 是墨逆之交 两人常合作的一些水墨山水 有时难以分辨 后来 运寿平 专攻 花鸟画 此后 山水 不过 偶以为之 后来画史记载更多的 倒是 他的花鸟画了 这是 为什么呢 上中华美景 品东方文化 他一生坎坷 饱经困苦 他卖画为生 清淡雅裔 他是花鸟画 知名的画家 本期品文化 让我们品位 清出六大家的代表人物 运寿平 他和王辉是好朋友 那王辉呢 是画山水的 在清出四王中 功力最好 运寿平和他见面之后 就发现 王辉的话 有着极高的造诣 他认为 他超不过王辉 所以 他不能够再画山水了 于是 改画花鸟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呢 我们只是 做一个推断 有学者研究认为呢 这个讲法 也不完全准确 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 钟 运寿平一生 他与王辉 是好朋友 他们 在绘画上 有 很多的 交流 切磋 而王辉呢 对运寿平 也非常的好 不仅仅仅是运寿平 有大家的情怀 能够 对 王辉的成就 加以肯定 并四处送扬 王辉 对于运寿平 也是如此 尤其是呢 运寿平 一生过得比较清贫 据说 他死后 身后居然 没有任何力量 他的孩子 没有办法 能够葬 都是呢 王辉 出资 后葬了他 那可见呢 两个人的友情 可是仅仅靠这一点说 他就要放弃画山水画 似乎呢 也 不是很有道理 也可能 是因为 两方面的因素 一个 是 王辉的突出成就 一个 也是因为 运寿平 对王辉的尊敬 他不愿意呢 在画坛上 朋友之间 好友之间 在做这样的 争辉之事 可能是这两种因素的 一个总和 使得呢 他 宣称 放弃了山水 而 画花卉 可实际上呢 运寿平 并没有 完全 放弃 画山水 我们现在 还是能够看到 他 遗存下来的 山水画 运寿平 他 画花鸟 他的花鸟画 在青出的 画坛上 包括 在 整个 清代的 画坛上 都具有 深厚的影响 运寿平 的花鸟画 以 清淡 雅艳的 色彩 明洁 干净的 画面 见长 但他 这 清淡 雅艳的 色彩 到底 有没有 独特的 画法呢 他是 有的 运寿平的 花卉画 多以 莫古 画出 莫古 这样的 画法 用他 自己的话 说 他是从 宋代的 徐崇四 学起的 可 实际上呢 徐崇四的 作品 现在我们 并看不到 不能够 看到 只是从 记载上看 徐崇四 是画 莫古的 中国的 花鸟画 有这样 三种 风格 一种 我们叫它 公笔 仲彩 花鸟画 那这个呢 是淡墨 细线 勾勒 轮廓 之后呢 添仲彩 色彩 艳丽 笔法 公细 第二种呢 就是 写意 花鸟画 笔法 不是很 公制的 所谓的 不求形似 求生韵 是这样的 一种画法 那第三种呢 就是 莫古的画法 莫古的画法 它不用 墨 勾轮廓 而是直接 用色 和墨 来染 染 染出 花的形象 花的色彩 而 运寿平 就恰恰 是这一路的 画法 那我们从 他的画中 还能够感觉到 他学 明代 孙龙的 这样的一种 画风 孙龙呢 是明代 宫廷花鸟画的 画家 他是以 莫古花鸟 著称的 我们看 他画的 花石油额图 那一份 安静 名利 而这种画法呢 到了 运寿平这儿 就获得了 一个 极大的发展 其实历史上 中国花鸟画当中 莫古花卉 留下来的 并不多 而 运寿平呢 是一个 杰出的 画家 赏中华美景 品东方文化 他一生坎坷 饱经困苦 他卖画为生 清淡雅裔 他是花鸟画 知名的 画家 本期品文化 让我们品味 清出六大家的 代表人物 运寿平 出水芙蓉图 是画 荷花 荷 和 荷叶 在这幅画上 他是以 莫古的笔法 画出来 画一只 花 挺立而出 那他自己呢 在这上面 提了一首诗 这首诗 就让我们感觉到 他对荷花的 那一份 情怀 是什么呢 他把荷花 比作了美人 认为荷 是要精心呵护的 荷是美的 是纯净的 这首诗呢 是这样说的 冲泥抽取饼 贴水 筑钱肥 西风吹不入 常护美人衣 他把呢 画中的荷花 比作了美人 而这美人 是在什么地方呢 这画 画的是秋景 画的是呢 晚秋时节 于是 我们看到的 那一片荷叶 一半已经枯黄了 但是呢 在浓重的 露水当中 花鲜艳地绽放着 所以这一只荷 是壮硕的 是鲜艳的 它冲破了 晚秋的 西风漫卷的 荷塘 所以画家说 冲泥而出 这冲泥而出 不仅仅是 秋阳下 和的艳丽 其实 也是和的纯净 诸于泥而不染的 高级品格 所以画家在这里边 以它 极其细腻的鼻触 艳泽的 这样的 点色的方式 画给了我们 和的美 带来了呢 一个画的新风 运导平的 墨谷花卉画 开一代画坛新风 出水芙蓉图 就是这种 运派墨谷画的代表之一 在这幅画中 我们能体会到 墨谷画什么样的特点 敬请下期节目 继续收看 品文化为您推出的 清出六大家的代表人物 运导平 运导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